我癌症住院时 撞养儿子骗走我所有手术费 在网上赌博 打赏擦鞭女主播 他说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我 因为我毁了他的人生 再睁眼 我回到了三年前 儿子正红着眼指责我 把他培养成了硬式机器 那就不学了 我冷漠地看着他 以后你人生的每一个决定 都与我无关 这一次 我给足了儿子口口声声 想要追求的自由 可是最后 他又痛哭流涕地后悔了 一 高二全是联考 儿子又拿了第一名 消息很快就被同事传到我耳中 纷纷夸赞道 真羡慕姜老师 有个这么优秀的儿子 我要是你 这辈子都圆满了 我礼貌地笑笑 曾经的我 确实也这样觉得 下班后 儿子的班主任老徐 在校门口拦住我 姜老师 闻理分科 你们家演员想去闻科班 你得劝劝他改理科 高考这么重要的事 兴趣不是最重要的 我沉思片刻 上辈子 儿子闻理分班时 老徐也和我说了这话 当时我听了后 立即找到儿子 强制性地 让他去了理科班 一方面是为了他以后就业 另一方面 理科确实是儿子 更擅长的科目 那年高考 他考得很好 是那一年的是理科状元 加上我给他申请的竞赛加分 能进全国最好的学校 读最好的专业之一 毕业后 也就会有更好的前途 但事实上 他大而都没读完 就把人生毁了得干净 逃课 退学 还是轻的 我被查出绝症住院那天 他罕见地来陪护我 晚上却以手术缴费为由 拿走了我的银行卡 然后将里面医药费 全部都转得干干净净 我在病床上等待手术时 他把钱都用去了赌博 打赏擦边女主播 周转来的八十万救命钱 他一夜花的金光 被我发现后 他还笑着说 妈 你难道不知道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 毁了自己孩子的人生 怎么还配活着呀 早点去死吧 想到这里 我摇摇头 开口道 老徐 他喜欢文科 就让他选吧 孩子大了 有自己想法 我就不管了 说完 我便提着一袋子试卷 头也不回地走了 嗯 晚上 我扶在书桌改班里的学生试卷 丈夫严华怒气冲冲地打来电话 江婉 你凭什么擅自决定孩子的路 是 你又要说严远是你生的 那又怎么样 你不要忘了他姓什么 他身上还流淌着我严加一半的血 我打断他的怒火 这个周末 你回来一趟 我们把那件事情处理了 挂掉电话 我一眼就看见了儿子严远 他穿着校服 背着一个黑色的包 红着眼站在玄关门口 不知道站了多久 看着我 他顿时满脸仇恨 仿佛看了一个仇人 为什么连选文理科这种事 你都要干预我 从小到大 你都只让我学习 你在乎过我自己真正的想法吗 你真的让我觉得窒息透了 我是你的儿子 不是一个只能学习的硬式机器 我取下眼镜 柔微柔太阳穴 激动的什么 不就是选文理科的是吗 徐老师和我说了 你想读什么就选什么 不用我同意 儿子一脸惊恶 仿佛我在骗他 都与我无关 这话我说的真心实意 严远是我唯一的儿子 上辈子我对他掏心掏肺 什么都想管 也什么都管得太多 因为自己是农村家庭里 考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一路成长得跌跌撞撞 所以儿子一出生 我就提前规划好了他的路 从启蒙开始 他每个学习阶段的老师 都是我精挑戏选过的 别的小孩还在玩闹时 他已经在市里 跟着明师上课 培训参加比赛 除了一年十几万的补习费 周末也是我去车 来回两百多公里送他 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我下来觉得 前面苦一些没事 人生本就是先苦后舔的 毕竟人生的主动权 怎么可能轻轻松松 快快乐乐的躺平就能获得 你不就是威胁我吗 儿子突然大吼了一句 然后摔门回房了 我叹口气 儿子以为 我在和他说气话 三 周六早上 儿子知道爸爸延华要来 一直阴沉沉的脸色 瞬间放了情 他开心的回卧室换衣服 哼着歌洗漱 九点 严华风尘仆仆出现在门口 刚推开门 行李箱还没放好 儿子就兴奋地扑到了他身上 严华也伸出手 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儿子 瘦了 分开后 严华一边拍他的肩膀 一边从行李箱里 掏出带来的礼物 球鞋 衣服 网球拍等 以及一部手机 儿子拿着手机 两眼发光 爸爸 你怎么知道 我想要这个 他声音又低沉下来 手机影响学习 妈不会让我用的 你拿回去吧 我给我儿子买的 凭什么不能用 严华故意提升声音 他就是这样 这不行那不行的 有毛病 天天就知道学习 别把我儿子学傻了 儿子叹口气 还是没舍得把手机放下 爸 还是你对我好 多么一个感人的场景啊 我忍不住啪啪鼓掌 这么多年来 我对儿子 付出了自己能付出的一切 但儿子始终觉得 一年见不到几次的爸爸 才是他生命中最爱他的人 相应的 他的妈妈我 就是他生命中的恶魔 更是他生命中 一切不幸的源头 我微笑着回到房间 拿出昨天你好的离婚合同 放到茶几上 严华 来把这个签了 儿子离得最近 看见封面的字后 立即蹭的就跳了起来 妈 你什么意思 居然要和我爸离婚 这么多年 爸辛辛苦苦为家里赚钱 忙到每个月 连家都没空回几次 我爸这么好的男人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四 说完他扭头看向严华 爸 你也不会同意吧 严华一脸喜色 好儿子 去给爸拿着笔来 儿子愣住了 严华拍拍他的肩膀 你妈这种性格 不只是你 我也早就受够了 那我呢 儿子突然问 你们离了 我怎么办 我肯定要你 严华拍拍他的肩膀 只要能征到你的抚养权 我净身出户都行 儿子眼圈都红了 感动的看着他爸 不 我会和法官说明 我就只跟着你 两个人又抱在了一起 严华看着我 满脸得意 一副我就知道 儿子会选我的模样 我一点也不意外 上辈子 儿子那么恨我 除了我控制于太强 还因为他爸的死 高考前一个月 严华在公路上开车逆行 与一辆大货车相撞 车子瞬间起火自燃 送进医院时 他还活着 但是比死还难受的活着 除了身体和大脑器官受损 全身皮肤重度烧伤 即使抢救过来 也不如死了 最后 我在放弃治疗书上签了字 为了不影响儿子考试成绩 一直到高考结束 我才告诉他 儿子崩溃了 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 连爸爸生前 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也是从那时候起 他更恨我 把学习放在他人生一切事情的前面 随我后来的绝症 他说我应得了 嗯 我确实应得的 谁让我生出了这么一个畜生 看了这么久 父子子孝的戏码 我不得不开口 停会儿 让我说几句 首先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当初咱俩结婚 你家一穷二白 什么也没出过 其次 我笑着 看向我的好大 谁说我要你的抚养权了 多大脸啊 五 严华没想到我 居然没和他争儿子的抚养权 洗得像中了五百万 儿子自小出了名的优秀 全是考试屡屡拿到第一 外人一看就知道 他是个壮严苗子 以后前途无量 和严华的那个私生子 完全不一样 上辈子 我没有告诉儿子严华的车祸 自然也没有告诉 他严华的不堪 在严华车祸住院时 我碰见了一个 来看望他的女人 那个女人 带着一个八岁的男孩 紧紧拉着我的裤脚 当着全医院的人 给我下跪 他说 这是严华和他生的儿子 严华死了 家产也该分他们一半 无人知道那段时间 我又经历了什么 我以为严华 一直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 所以才与我不合 以至于要闹着离婚 为了让儿子 不成为单亲家庭 我上辈子 一直只是和严华分居 绝口不同意离婚 没想到他打着 外调工作的名义 在外面金屋藏娇 私生子都上小学了 这样恶心的一个人 还是儿子心里 举世无双的好爸爸呢 既然如此 他想跟着他爸就跟去 我就要让儿子 满心欢喜地去他爸新家里 追求他想要的自由 不过 等他发现自己的好爸爸 居然瞒着他 早就有了新的妻子 新的儿子 而他 才是那个家庭里的外人士 那时候他会是什么表情 想想 就觉得期待极了 六 严华带着儿子 玩了一整个周末 直到周末晚上 儿子想起要写作业 才匆匆忙忙赶了回来 儿子敲我的房门时 我还在写教学论文 打开门后 他生气地问 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做晚饭 我反问 你们没在外面吃 他不同意 觉得外面做饭不卫生 只准他回家里吃饭 每次哪怕他回来再晚 桌面上饭都是热的 这周 我决定让他尽情享受 和他爸相处的时光 自然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我要回来写作业啊 儿子边说边看着我 姨父等着我去厨房 给他们做饭的模样 我坐着没动 饭菜就在冰箱 你想吃 可以自己热 不是你说做家务耽误学习 他质问 都耽误这么两天了 再耽误这会儿 又有什么区别 难道你就考不上大学了 这话一说完 儿子脸色就黑了 难道就因为和我爸离婚 我就不是你儿子了 连顿饭都不愿意做了 是我儿子 也要做自己的事啊 我继续导 况且 你不是最讨厌我包办你的事了吗 儿子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是讨厌你 只让我学习 但我不讨厌你给我做饭啊 这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 儿子想要的自由 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必须无条件支持 他不想做的事情 我则要无私奉献 替他代劳 我笑了笑 摇头没说话 儿子吼道 你看你老了 我管不管你 说完把门一摔 走了 七 我和严华开始办起了离婚程序 儿子似乎好几次想提起这个话题 最后又选择了闭嘴 因为儿子还要在我们的学校高考 而我的房子离学校很近 因此高考结束前 他还是和我住一起 不过 他彻底和我堵上了气 平常一回家就把房门一关 打定主意不和我说一句话 我已经习惯了 况且 不给他洗衣服做饭 分析试卷 监督他学习 不用每周开车 送他去市里培训班 我一下少了好多事 我也开始反思起来 也许 上辈子 我确实对他管教太多了吗 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我是不是确实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到了他身上 导致他变成了这样一个性子 如果我不逼他学习 是不是后面就不会走上堕落的路 但很快 后面发生的事情 让我又有了新的看法 爸 严华嘴巴上说着 只要儿子的抚养权 但真走到了分财产的那一步 他又改了口风 虽然现在住的房子 是婚前我爸妈买的 但婚后 我们为了儿子 在省城市中心地区 又贷款购置了一套现房 每个月都是用我公积金再还 严华要征的 就是这套房子 他振振有词道 这是我们当初一起 买点儿子结婚用的 现在儿子跟我 这房子自然要分给我 儿子也说 妈 你已经分了套房 这套就别计较了 爸爸说了 他的就是我的 严华继续道 你一个做妈的 不能连儿子的东西 也要计较吧 虽然我们离了 但严远还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我们做父母的 不就是为了孩子好吗 我冷笑一声 严华 拿别人的等于的东西 做人情是你惯用的一套了 既然你对儿子这么好 你工作几十年 也存了个百来万吧 你怎么不给儿子 再买一套空间 更大地段更好的呢 将晚 严华立马面红耳赤的 和我争论 这套房子 我也出了钱的 是 你是出了十分之一首付 我冷漠道 按照出资比例 我分百分之九十 你分百分之十 怒视着我 将晚 你非要把什么都算得 清清楚楚吗 我们几十年感情 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呢 我被他质问了一下 脑子空白 我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他居然能这么面不改色 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台词 说完 严华还推了推儿子的胳膊 小远 你也劝劝你妈 这是你以后的财产 儿子犹豫片刻 说道 爸 无论分给你 还是妈妈 最后不都是留给我的吗 那不一定 严华和他摇耳朵 你妈要是再找一个 又生一个 不就没你份了吗 我深深看他俩一眼 这两个 一个敢骗 一个敢信 绝了 九 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 严华怎么都不愿意签字 他甚至觉得 我突然决定离婚 肯定是因为在外有人 所以才迫不及待 于是 他用了非常无赖的一招 脱 他开始躲避 与我讨论财产分割 发信息不回 打电话不接 除此之外 他身安 怎么摧毁一个女人的名声 造谣 每见到一个同学或亲戚 他就要用自己惯用的那一套 儿子快要高三了 当妈的居然还搞婚外恋 不仅要离婚 还要私吞儿子财产 表面上 他对我没有一句指责 实则每句话都在表达一个意思 我无情又冷血 没有一点好母亲 好妻子的样 加上儿子自从去了文科班 几次考试成绩都不好 他话的可信度 便又强了几分 一时之间 关于我的各种留言和八卦 传遍整个工作单位 连儿子的班主任老徐 都用名利案里点拨了我几句 意思是 现在是孩子关键时期 家庭矛盾先忍一忍 放一放 快被唾沫星子淹死之前 我请假去了一趟省城的医院 给全身做了一个体检 上辈子我是宫颈癌去世的 早期没有发现症状 等再检查出来时 已经是中晚期 没过多久 我拿到了自己这次的体检报告 医生告诉我 因为发现还算及时 现在是宫颈癌二期 癌细胞目前只扩散到盆腔 没有扩散到别的地方 他建议先化疗再放疗 至少有60%的治愈率 拿着体检报告 我缓缓闭上眼睛 和上辈子10%的痊愈率相比 这次多了50% 依然不是一个 能让人轻松下来的数字 但是 命运竟然让我重火一次 即使只有50% 我也要抓住 莫到桑鱼碗 围瑕上满天 这一次 我一定要改变 自己上辈子的结局 睁开眼后 我缓了缓心中的情绪 思考怎么对付盐华 他既然想完脏的 我自然要奉陪到底 十 周末时 我特意开车 跟踪了盐华几次 居然没发现 才带着孩子出现 所以 他到底把那对母子 藏到哪里去了 回到学校后 我又在理科实验班的名单里 看见了盐远的名字 问过同事后 我才知道 学校教务处的领导 以及老学都觉得 盐远是个理科的状元苗子 为了学校能在高考中 取得好的成绩 他们找盐远 做了几次思想工作 几乎是把盐远哄着回去 读了理科 我顿时一正 离不了的婚 躲不开的挨 找不到的情人小三 以及儿子的选择 这好像冥冥中有股力量 依然把一切 往既定的路线上拉拢 据说江老师回来了 做了这么多不要脸的事情 他还好意思来给我们上课吗 盐远真可怜 据说被打击的书都不想读了 我站在教室门口 正想用力推开门 一个清澈的女生想起 你们真的亲眼看见了吗 其他几个学生顿了顿 一个男生卯怒道 别人都这么说了 况且他要是作风正派 怎么会被议论 女生不急不躁地反驳 别人说几句你就听了 每天别人让你去吃食 你也去呀 这么大人了 一点判断力都没有吗 江老师教了我们这么久 他什么性格 难道还要别人来说 男生冷笑一声 什么性格 灭绝失态 全年级12个班 每次就我们班下课最晚 物理作业最多 女生继续反驳 但我们班物理成绩也最好 而且这么多物理老师 江老师也是教的最好的 但男生还想反驳 我推开了门 缓缓走到讲台前 扫射他们一圈后开口 上课 11 课后 特代表将作业送到我办公室 他就是刚刚为我说话的女生 是个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 放好作业后 他低声道 江老师 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你 我没想到会被自己学生安慰 于是朝他一笑 顺手拿起一张物理竞赛的报名表 秦淼 我记得你物理很不错 今年的物净 我缺一个辅导学生 你想不想试试 办理所有孩子里 我对秦淼印象很深 他刻苦又勤奋 平时考试能稳定在学校前时 但上一辈子 秦淼并没参加高考 秦淼幼年师母 父亲是个赌鬼 醉酒后把女儿卖了 于是高三上学期 秦淼就辍了学 再不久 他被发现在家中自杀 我不会让他身上的悲剧再重演 正如我也不信 我的人生剧本无法改变 秦淼惊喜地瞪大了眼 我愿意 可是我担心 没什么需要担心 我说道 只要你自己想参加 我一定会把你培训到 至少能拿上二以上 不过先说清楚 我的要求很高 也很严格 江老师 我求之不得 秦淼立刻回答 眼里一一闪光 十二 上一世 我是强制乐令的儿子 参加物理竞赛 这辈子 我换了秦淼来辅导 才发现体验感完全不同 儿子对于得到的一切 都理所当然 教导他再多 也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 而秦淼完全相反 他甚至求之不得 只是 我没想到 这辈子没找儿子参赛 儿子反而主动来找我了 妈 你是不是忘了 谁才是你真正的孩子 远远站在办公室门口 目光越过我 直直地看着我办公桌边 正在做题的秦淼 我今年高三 你又是物理老师 物理竞赛这么重要的事 你都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难道 你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 外面有了新的男人 他一步步走向秦淼 他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你的私生女 严远 见他越说越离谱 我立即冷下脸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说我没问你 因为我知道 即使我问你 你也不愿意 儿子立即回答 你没问我 怎么知道我不愿意 今年物理竞赛 我也参加了 我一愣 所以你希望我给你辅导 儿子脸上闪过一丝狼狈 很快又恶狠狠地开口 你以为我只能找你吗 别的老师都求着教我 你等着看比赛时 我怎么把你挑的这个学生 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说完 他头一扭 怒气冲冲地走了 不久 老徐又来找我 姜老师 严远怎么像吃了蹭坨一样 铁了心 要参加物理竞赛 本来我们是都不建议 他参加的 因为他当务了几个月的课 现在的重心 应该是敢进步才对 这可是你亲儿子啊 姜老师 你不管他 谁管他 知道了 我闭上眼 不再发一眼 十三 秦淼是个很合格的学生 周末时 他有道题目不懂 就直接找到了我家来问 我家住址对学生不是秘密 以前我还经常喊学生上门吃饭 老师 我会打扰你吗 不会 好奇心是学生最珍贵的品质 我指出题目思路 又留下他吃午饭 儿子起来时 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副场景 我在厨房做饭 秦淼坐在客厅的桌子上 埋头苦做题目 他瞬间脸就黑了 冲进厨房问我 妈 他怎么在我家 我正在炖排骨 头也不抬到 因为你昨天说 他是我私生女 所以 所以我把他当我女儿了 儿子脸都黑了 他在客厅卧室 来来回回走了几趟 最后黑着脸 拿出一达试卷 坐在秦淼对面 秦淼思考时 他就挪动椅子 故意发出刺耳的嘈杂声 但秦淼专注力很强 看都没看他一眼 等我做完饭出来时 儿子居然被激发了斗志 似乎在和谁较劲一样 我突然出了神 子不叫 父之过 一刹那间 我居然感觉到 心中滋生出的软弱 重生后 我第一次决定 和自己儿子好好地聊聊 言远 其实徐老师说得对 现在这个阶段 你更适合在学校上课 你缺的课太多了 物理竞赛的时间线 又拉得很长 一定会影响你其他科目的成绩 你不用着急 年年上半年 还有其他机会的 可儿子依然只是 击翘地看着我 这要不是好事 你会让秦淼参加 我就是要去 你管得着吗 你难道还能把我绑起来不成 我立刻掐死了 自己短暂的软弱之心 十四 三个月后 全省物理竞赛即将开始了 儿子和秦淼都去参加了短期集训 集训完 便是正式比赛 然而在集训前一晚 谁也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严华在回乡探亲的路上发生车祸 现在生死未知 上辈子的剧情点提前了 下一秒 我看见即将进考场的儿子 打来了电话 妈 家里生事出了什么事 我一顿 沉默片刻 儿子立马冷下声 我就知道你不会告诉我 可我已经知道了 爸爸他 昨天晚上出了车祸 现在生死未知 我是他儿子 我成年了 我该有知情权 我不想他出事了 我却赶不上他最后一面 妈 像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 永远都理解不了 我和爸爸的感情 我就要告诉你 我不考了 我将话筒 拿得离耳朵稍稍远些 平静地给他报出地址 解放录32号 门没关 你自己推门进吧 说完 我挂了电话 此刻我就坐在医院 严华的病床前 他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我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一出好戏上场 半小时后 医院门被推开了 一个女人拉扯着一个男孩 冲进了病房里 锁定我的位置后 便直直地冲我跪下来 片刻后 整个病房哭叫连天 震耳欲聋 儿子从考试场地 急冲冲地赶进来时 见到的就是这么个场面 女人一手拉着孩子 一手拉着我的裤脚 用着刺耳的分贝哭诉 严华呀 你死了 俺们母子俩以后能怎么办 姐姐 你可怜可怜俺们 俺允珍才读四年级 爸爸就去世了 允珍 来给你阿姨磕个头 律师说 你也有权利 继承爸爸房子的遗产 儿子默瞪口呆地 看着跪在我脚边的女人 傻傻地站在原地 半晌才道 你 你是谁 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明明是我爸的床位 我朝儿子点点头 招呼道 来了 见线吧 迟早要见面的 反正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啊 我一指那个撒泼打滚的女人 你心吗 又一指那个还在流鼻涕的男孩 你弟 最后一指病床上刚睁开双眼 一脸惊恐的眼花 你爸 也醒了 不愧是一家人 我点频道 现在可是凑得整整齐齐的了 十五 儿子和那个女人打作一团 边打还边吼 你这个骗子 我不信 没能打多久 一方面 因为她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学生 而那女人看着柔弱 吓得都是黑手 另一方面 是因为严华 她拔掉了针管 急冲冲的挡在了女人和小孩面前 别打他们 都是我的错 边挡 她还边心疼的捂住下的 大哭的小男孩的眼睛 别哭了宰宰 爸爸等会带你去吃炸鸡 儿子挥出去的拳头停在原地 看着她爸仿佛看一个陌生人 爸 她求证道 这是真的吗 严华避开她的目光 转头怒视着我 将晚 是不是都是你搞的鬼 我就知道 你这个蛇蝎妇人 为了房子脸都不要了 说完 她纵身一跃 接着便扬起手 就想朝着我的脸扇来 因为车祸骨折 她这套动作还没做完 就彻底失去平衡 滑倒在了地上 像是给我拜个早年 我的腿 她抱着压住了的左腿 大声叫喊 我要告你 你蓄意伤害 女人带着孩子围在炎华身侧 也哭天喊地起来 吵什么吵 巡查的医生站在门口 没好气地开口 注意素质 别的病人还要休息呢 医生 女人急急地喊住她 我老公骨折的腿 刚压伤了 你帮她看看吧 医生走进来 检查片刻 说道 这大叔没问题 出不了事的 别激动 她站起身 目光缓缓落到我的脸上 医症 是你 上次说的治疗方案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么重要的病 可不能拖呀 说完 医生皱着眉 看着我旁边几人 指责道 一个轻微骨折 都能喊上天 癌症这么严重的病 怎么不知道关心一下 严华喜行余色 癌症 我没听错吧 她得了癌症 医生 你没开玩笑 医生古怪地看着我们 似乎没见过 这么奇怪的一家人 但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严华立马哈哈哈哈地 大笑起来 真是上天开眼 我明天就去上香 感谢佛祖 让这个女人得了癌症 真是天助我也呀 那个女人也开心极了 两个人抱在一起 开始畅想 未来分遗产的事 可是老公 这是你老婆的财产 她死了 你能继承吗 她死了 还不都是我儿子小远的 那我儿子允珍呢 哎 小远的不就是允珍的 他们是亲兄弟呀 严华哄了那女人一句 又立马给他们介绍 小远啊 来见一下 以后你就有一个心妈合地 严华的话并没有说完 儿子紧紧地 攥着自己手掌的拳头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下一秒 他的拳头 就狠狠地砸在了 严华的左脸上 够了 儿子哄的脸怒吼一声 你还要把我当傻子 当到什么时候 你这样的人 配做我爸吗 我居然 居然还为你放弃了 自己的考试 父子儿子 扭作一团 犹如两只相互搏斗 不死不休的野兽 我知道 严远心中崇拜的那座 名为夫爱的大山 在今天彻底的塌了 十六 我走出了那个 一团混乱的房间 剩下的事情 就与我无关了 严华其实没说错 这次他的车祸 确实是我搞的鬼 与其等到高三时 他真正出那场车祸身亡时动身 不如提前就引蛇出洞 把他真面目给揭穿了 况且 我的身体 也支持不了我 天天看着几个漂亮小丑 在面前蹦打 回乡这件事 是我向严华提议的 为此 我故意对他松了财产分割的口 只要他愿意 离我回乡 见家里的亲人 回去路上 是我开的车 我故意买通的 熟式的放牛大叔 让他假装 控制不住手中的牛群 以至于让他们冲上香道 挡住了我们前方的路 报仇就是他孩子 进城里中心学校 读书的名额 为了孩子 他当然会全心全意地帮我 接着 危急之时 我打了一把方向盘 把冲撞山体的方向 朝向了严华那边 我不会让严华车祸死去 只是让他暂时地昏迷 最后 我拿到了他的手机 给所有联系人群发短信 我出车祸了 情况很严重 宝贝 你快带着我们儿子来医院 找将晚要你们份额的房子和遗产 内容不用写多了 毕竟 该看见的人 自然会急急地赶来 不该看见的无关的人 也能从这条短信里 推测出发生了的事 严华泼在我身上的脏水 最后都会落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当然 这还没完 我向法院申请了强制离婚 理由是 严华犯下了重婚罪 他在与我婚姻尚存期间 与别的人同居生子是犯法行为 以前我苦苦没有证据 而刚刚在病房的时候 他们没有注意到 我的手机就放在角落的高处录视频 人证物证两全 严华再怎么蹦打都无力回天了 这婚 他不想离也得离 十七 法院的判决输下来时 我向学校提交的病假申请也下来了 离开学校前 我特意回了一趟学校 向新老师交接原本班里孩子的情况 我本以为班里的孩子们都是讨厌我的 毕竟我平时对他们的要求那么高 为人又不苟言笑 结果最后一刻 在交接的时候 班里的孩子们哭作一团 江老师 我们不想你走 我还会回来的 江老师 一个平常最外向的孩子好道 你别骗我们了 我们都知道你得了癌症 以后可能就见不到了 江老师 上次骂我的男生满眼通红地看着我 我 我对不起你 秦淼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蠢货 只知道指责你 却忘了你对我们的用心 每次考试 你都一个个找我们谈心 给我们分析试卷 让我们不要放弃 别的红着眼的孩子也纷纷开口 江老师只是看起来严厉 实际上比谁都关心我们 我带病上课 江老师把我赶回去养好身体 还用自己课余时间给我补进度 我成绩那么差 江老师不仅不骂我 还给我送了自己选的资料书 秦淼哭的声音最大 我爸不让我读书了 他想把我卖了换彩礼 是江老师把自己的钱都给他了 他说我爸目光短浅 说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这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有人这么认可 我不要命的学 不要命的考 就是为了不让您失望 一片悲泣声中 我努力稳定情绪 敲了敲桌子 行了 哭什么 又不是什么大病 医生都说我还有60%的痊愈机会 你们好得像我已经死了一样 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 午后的阳光 缓缓的爬过教室每一寸 落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 我缓缓开口 决定最后一课 说一些平常并不会说的话 孩子们 痛苦分两种 一种让你变得更强 另一种毫无价值 只是图天折磨 这是江老师很喜欢的一句话 过去 知识改变了江老师的命运 成为老师后 江老师便希望 他也能改变你们 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 再不及 也能让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 拥有更多选择的能力 毕竟考试 尤其是大型考试 是你们唯一能与别人 站在同样竞争线上的机会了 这样的话 你们耳朵 估计都听得起简了吧 江老师当初年幼时 家里一穷二白 如果不是拼命读书 考上大学 估计现在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能睁眼等死 现在说这些 并不是要为你们现在的痛苦唱赞歌 江老师也讨厌痛苦 但是 江老师明白 痛苦无法被逃避消解 如果现在等你 讨厌那些让你痛苦的生活 痛苦的规则 那么江老师希望 未来的你们 因为这份痛苦 有能力与资本去改变他们 创造更公平的未来 因为我们的现在 就是以前一代代的人 这样努力奋斗出来的 下课 18 我经历了漫长的治疗过程 高考结束时 也是我抗癌成功时 谁也没想到 最终是秦淼拿了今年的 全是理科状元 加上上次物理竞赛省一的加分 他可以任选学校和专业了 时光荏苒 比于跳龙门的故事依然在循环 只是换了一个人 成绩出来后 一向冷静的他 疯了一样 给我打了个报喜的电话 我该选清华还是北大 他晕乎乎的问 清华有个教授 本科时是我的师兄 他研究的方向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 很缺高精尖人才 你需要我给他推荐你吗 我要我要 江老师 爱你 我挂掉了电话 看见了老徐给我发的信息 这段时间 他经常给我发信息 自从我和严华离婚 而儿子延远被判给了严华后 儿子便彻底变了样 不是经常迟到早退 就是在课堂上玩手机 成绩一落千丈 老徐经常联络 严华管管自己儿子 严华每次嘴巴上 答应的好好的 实际上一点也不以为意 为了讨好儿子 重新站到自己那边 他对儿子 可谓是有求必应 但即使这样 严远也经常对他冷嘲热讽 幸好严远还有些基础 最终还是考上了一个本科 我遗憾的点是什么呢 老徐生气的和我说 不是他不可以 而是他本可以 却不去干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和福气 我回复他说 也许这样 就是严远自己 想要追求的生活呢 别开玩笑了 你我心知肚明 没有人不想拥有 最顶尖的生活 老徐说 千军万马 你死我活 不就是为了拿到 通往上面的船票吗 孩子总是天真的 作为孩子们的引导者 我们不能天真 人是不一样的 我只能这么回答他 姜老师啊姜老师 我没想到 你真的再没有管他 别人你可以放弃 他可是你亲生儿子 对你们女人而言 孩子有出息 不就是这辈子 最大的圆满吗 以后你总会后悔的 最后他叹息一声 挂掉了电话 后来再见到严远 已经是他大四的时候了 他想出国留学提升学历 找我要二十万块钱 现在这个就业形势 本科毕业 根本找不到工作 严远在电话里急躁地抱怨 求招简历 投了一次又一次 但那些公司 一看我的学校就刷了 我没给他钱 但我把他推给了 秦老的公司 秦老大二就在外面创业 现在已经是一个 初创公司的规模了 他耐下心来好好干 这个行业 也是未来的一个风口 结果严远根本没去 后来我才知道 严远的出国留学 只是一个借口 他那时又像上辈子一样 沉迷上了赌博 所谓的留学 只是他骗钱的借口 一开始 还只是投入每个月零花钱 后来赌得越来越大 输得越来越多 没办法 对于自制力不强的人 瞬息间 千万的收入 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大脑 从此再也看不上 普通的工资了 于是 他把主意打到了严华身上 严华工作这么多年 钱都牢牢攏在自己手里 当然不肯给他 再见他们父子二人时 已经是在社会新闻的封面了 一个死了 被藏进了冰箱 一个穿着球服 对着镜头痛哭流涕 我爸在我小时候就出轨 给我留下很严重的心理阴影 我的高考就是因为他失败的 我整个人生都被他毁了 如果他当初不那么害我 我也不会动手的 死了对他而言更解脱 看着电视直播镜头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 屋外 琴表高声喊我 姜妈妈 年夜饭好了 快下来吃饭 我应了一声 连忙关掉了电视 客厅里高棚满座 桃底天下 是我这些年带过的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每年过年时 他们都会呼朋唤友的 来家里看我 同时与自己的朋友重聚 这辈子 我再没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的学生 却成了我知识和思想的传递者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圆满吗